東正教如何與神明溝通? 如何與神明溝通? 如何與神明溝通? 神明是神的,如何與神明溝通? 不同的教育,他們只是跳舞,說話,說話。 不同的教育,他們有不同的方法, 很多時候,這些方法不算是好的方法, 他們是正確的方法,不算是好的方法。 有的宗教,他們會透過某種方式, 某種管道跟神明溝通, 那種管道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某些教育,他們會用一種像是催眠的方式, 或其他人會用一種像是邪惡的方式, 像是魔術的方式。 現在,這是我們的神, 要與神明溝通, 與神明溝通不同, 與神明溝通,與神明溝通不一樣。 而是看對神的定義是什麼。 神是愛, 我們對神的定義是愛。 我們對神的認知是愛。 所以, 這是如何與神的溝通, 這是如何與神的溝通, 與神的溝通, 與神的溝通的溝通。 你必須理解, 神的溝通與神的溝通, 並不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例如, 這些東西是很奇怪的東西, 和很癢的東西, 很癢的東西, 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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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的東西。 所以, 跟神的溝通不是單方面, 而是雙方面的溝通。 那這種溝通通常是神先開始跟我們溝通的。 是祂先開始跟我們溝通的。 所以神的溝通的關係不是說謊的。 神的溝通的管道, 證明兩個人。 所以,神來接近我們,是一個愛者、愛者。 祂成為人類,被稱為耶穌基督。 例如,我們有一個狗, 你也有一個狗,我們也有一個狗, 你也有一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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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真正愛你的狗, 成為一家人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變成狗。 因為你只要是狗, 狗就能理解你為父母。 因為你成為狗, 才可以成為家人。 因為現在你是人類, 你是狗, 那你的等級是比他高的。 問題是, 成為你所謂的, 而不是毀了你所謂的, 而不是毀了你所謂的, 而是為人類, 而是為人類, 而是為人類。 這才是真正的愛。 所以神成為人類, 所以神成為人類, 所以祂才可以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立一個家庭的話, 找到一個老公, 那你先必須要建立成朋友, 然後愛他, 然後才結婚成為他成為人家人。 所以當你愛一個人, 不是只是口頭講一講, 可能有行為或是其他情緒的表達。 有時候不是只是用嘴巴的形容詞來表達。 所以我們對神的表達, 就是可以透過聖禮儀, 還有其他的方式來表達。 還有透過我們的祈禱, 還有祈禱, 還有我們所需求的, 還有我們所關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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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的生命, 有一個意義, 並不是像這個電話, 在這裡有一個意義。 所有東西都有一個意義和意義, 我們所關懷的人。 我們所關懷的存在。 你可能會說, 你知道,我的手機在這裡, 你現在在這裡。 你跟我說, 那你可能會說, 你講了那麼多, 我的手機我看到。 你也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神在哪裏? 我要祂在這裏, 我才知道祂存在。 首先, 你也說, 你可能會在一些電視上, 或是在電視上, 這是非常奇怪的訊息, 像是神來, 噢,噢,噢, 你也看得到, 這是一個病態的溝通方式。 這是一個病態的溝通方式。 因為這時候, 你不能控制自己, 你自己已經失控了, 你不能控制自己。 我們也有看到, 有些人會打他自己, 那為什麽要跟神明溝通, 要來傷害他自己? 為什麽呢? 那像我們領聖餐的話, 就是領耶穌的身體跟寶血, 那祂給祂的血, 給我們, 給我們, 而不是要奪我們, 讓我們受傷。 那為什麽要做這些事? 那為什麽要做這些事? 那為什麽要幫助你的鄰居、 你的朋友、 你的狗、 你去理解, 去送你的愛, 而去打自己? 那為什麽要跟神溝通的方式, 是這麽能力氣? 是這麽能力氣? 妳去幫助自己的靈居、 或是其他人呢? 那時候, 誰會讓那時候完全失神? 那時候, 誰會惹什麼事? 誰會惹什麼事? 他根本是失神了, 絕對, 誰會惹什麼事? 誰會惹惹什麼事? 這種事物有關於無論地, 他完全失靈, 所以, 人們失膽, 使來, 無論地離開, 於是這麽能力, 這麽能力的化解, 而不是一個平靜的方式, 而不是一個和諧、平靜的方式。 所以你現在明白,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而不是一個溝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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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一個愛的溝通的方式, 而是一個殘酷、粗暴的、 權柄的方式, 而破壞當事人的人格。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不是一個溝通, 而是另一種。 所以,如果神在這裏, 神在這裏, 神在這裏, 但如果神在這裏, 你會覺得, 因為神在這裏, 神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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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這裏 products are the lights, 好看, 如果太陽突然掉在這裏, 就像是紅星一樣, sper comme qui une Eastern self, 如果神是光, 神是所以走這裏, 因為自己突然被灼上了而, 神,是你的光是誰? 神是真的, 也會失去期望你, 會怎樣? 我們能夠領受的程度。 讓我們來跟祂合一, 就是領受聖餐, 這是一個極度謙卑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動作, 因為神在藏著, 如果他硬要顯現出他自己, 我們可能沒辦法承受。 那他是以另外一個方式來承受。 有時候會有人說, 那神為什麼不跟我講話? 那神也有講過, 就是在我飢餓的時候, 受惡的時候,受寒的時候, 我在監獄的時候, 或者他講說, 我就是發生在你鄰居的身上, 你卻不能在你身上。 那神也有講過, 就是在我飢餓的時候, 受惡的時候,受寒的時候, 我在監獄的時候, 或者他講說, 我就是發生在你鄰居的身上, 你卻不來幫助他, 不來看他。 那你卻跟我說, 神在哪裡? 耶穌說, 在聖經說, 如果你不認識, 我就是這個人, 那你也沒有看見他, 那你也沒有看見神。 因為如果你不認識, 他就說 nesse人, 是是在聖經, 神在東西在裡面, 你沒有在閉igi、 是啊, 是在淘居, isn't one with Jesus, 是在凍潰、 甚至是在災餓、 如果你不看見神在善是的可左, 不然是在敘外交及、 或者用上 ר en saint, 就在了 Cocker橋的事。 然後, 那也其實是在善於奄餓。 你都看不出神在祂裡面, 你認為你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段, 就去跟神來溝通嗎? 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耶穌說, 是,當然,我會跟祂講, 但是, 祂在我臉上, 我臉上癢,我臉上癢, 我臉上癢, 我會跟祂講, 我會跟祂講, 你已經敲了我, 但我會跟祂講, 但你會說, 耶穌想跟祂講話, 但是,耶穌透過某些人, 生病的啊, 失憶的啊, 祂需要你去幫助祂, 透過祂, 你可以更認識神, 那神是說, 我都開啟這門, 在敲你的門, 求祂來幫助我, 可是祂就把那個門甩了, 把祂關住去給我, 那祂怎能來看到我? 那祂怎麼能無羞愧地站在我的榮光的面前呢? 那神是無窮無盡的愛, 那神是無窮無盡的愛, 無窮無盡的受入者, 所以, 我們開始以這個方式, 然後, 我們開始改變, 所以, 我們開始在這個位置, 去認識神, 所以我們從這個比較低階的開始, 去認識神, 那我試著以這樣方式來回答你,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答案, 那我試著以這樣方式來回答你,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答案, 好嗎? 謝謝